书友们今天一起来写下连结二字 广字旁的这一横呢不要写的太长了 而且呢他这一横呢刚才问一下他这一横呢比较直 不像有些人写这一横一样 这种横比呢就尽量不要在这里出现了 特别是这里圆顿的收笔 他这里的话就比较板比较平 记住这一点 那么又到这里的时候呢 点提上去 像这一笔的话他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长的 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要先写一下这个书笔 稍微穿过去一点点就行了 这三个点呢明显的会比较小 林子啊就感觉这两点了不要写的太大了啊 像左右两点的话就这点偏大一点 这点偏大一点 这点也得偏大但是没有办法比这里还大 说实话 好像这个提笔呢很多人会提不好 好这里呢容易出现这个钉字头 那么这个这里呢应该要这样写 就从这里切完之后 切完之后往上提上去 千万不要这样提完之后 然后就这里直接收上来了 这种钉字头不要出现 这样撇上去是有渐变慢慢收笔的 这一点呢是我一直要反复强调的 因为很多书有如果写不好的话 我就要强调 所以呢这个提笔呢也不算容易说实话 有些笔画不要看得太 看见很容易 其实写起来的话都是有难度的 像我写的这个勾笔呢 也不是很容易写的 有时候 有时候这个勾啊 其他其他笔画不讲 有时候这个勾写不好也是跟毛笔的弹性有关系的 如果是他笔尖的弹性不够的话 这个勾很难写的哈 所以呢这个工具也是要重视起来的 像这一点的话就不要写的太大了 像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写大一点啊 啊就啊这一点下来的话就尽量不要写的太大了啊 十左右对称的话这结构看起来比较更明显一点 更突出一些 看一下这个阶子 不要太长了啊 啊像这个样子写完之后我直接提上去 你看这明显就是一个钉字头啊 今天呢不要出现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切完之后 然后笔慢慢脱离纸面 好 这样上来的话就不会出现钉字头这种情况了 多练这里 有时候告诉你一个方法怎样写的写的时候呢 就应该靠多练了 像啊这里的话刀子 像这个钩笔呢 有时候呢 也是一个难点笔画和这个铁笔一样 说实话 如果毛笔弹性不好的话 这个钩很难写的好 所以呢 这个工具的问题也是要重视起来的 嗯 这个节字的他的笔画会稍微翻缩一点 这一点都比较小 那么这一点都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节字啊 大概就这样写了啊 今天我们连结这两个字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